新浪网配合中共官方对于用户进行言论审查和封锁 多位专家、学者和作家近期联署公开信给新浪公司的投资者 希望投资者减持或不持有新浪公司的股票 以降低新浪的审核成本投入 恢复对大陆网民的信息平台 对此有关人士认为 批评新浪是应该的 更应该批评的是管新浪微博的人 11月2号 互联网专业人士北风 经济学者夏业良 作家宋石南 旅居美国的民主人士杨建利等人 给新浪公司投资者联署发表了中文和英文公开信 信中就新浪网和新浪微博配合中共当局 对客户进行审查和封锁提出呼吁 希望投资者减持或不持有新浪公司的股票 以此给新浪网施加压力 使新浪网及新浪微博 重回到明确的审查规则上来 参与联署发表公开信之一 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认为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不应该和政府进行这样的合作 所以呼吁新浪上市公司的投资者 用自己的良心做出决策 这个新的内容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很多学者采取公民行动 对言论进行前世的新浪公司 提出我们的制裁 大家都知道新浪的博客上 它配合政府对言论的前置的需求 对很多的自由言论进行删减 甚至限制甚至关掉了很多的微博 这是对信息的控制和言论前置的 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 作为一个公司 不应该和政府进行这样的合作 新浪网新闻中心主编陈通 在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时表示 新浪正在建立一些系统 通过技术手段 来对所谓谣言内容进行技术处理 这个谣言的定义是非常含糊的 反正你不喜欢的东西都可以定义我的谣言 言论自由的要义不在于说 你应该说非谣言 而是应该说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规定 哪些话可以讲 哪些不可以讲 哪些属于谣言 哪些不属于谣言 哪些属于正确意见 哪些属于不正确意见 没有一个机构 没有一个个人可以行使这样的权利 制定这样的标准 前中国改革杂志社新闻部主任赵岩表示 他曾经在新浪开过博客 是关于高铁的内容 结果很快就被删除了 我说的问题就是 我刚放上20分钟这个文章就被拿下了 那你说这是能叫言论和思想自由吗 赵岩认为 批评新浪是应该的 更应该批评的是管理新浪微博的人 在一党专制的前提下 在这个舆论和思想 包括信仰 垄断的前提下 一旦要把这个互联网要打开 他就知道自己的权利可能受到威胁 那希腊网 他也没有办法 他要吃官饭嘛 如果不那样做的话 明天就让他关门 去年谷歌表明 许多中国维权人士的个人账户受到攻击 而攻击的来源多数来自中共政府 之后谷歌因不满中共的审查制度 选择退出中国市场 维基解密曝光的电文显示 下令攻击谷歌的决策 实际就是主管中共宣传任务的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而在具体实施上 则由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协调 新唐人记者 长春、唐锐、周天采访报道